到底能不能發動呢? 就看這一波啦 Y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傑 歡迎來到頻道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一機手遊的時間 上一次呢 我們玩的那一款 My Favourite Car呢 有觀眾說 這一款PICK UP 更像夏季汽車 尤其是要修車 要煮車 才可以發得通 唉唷 這個感覺難度更有了 好不好 那PICK UP 應該是指這台車子吧 PICK UP的感覺吧 是不是 好 那我們就來玩玩看 到底好不好玩啦 各位觀眾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我們就來開始玩玩看 這款PICK UP 我們進來了 然後呢 這邊是說 歡迎參加這個PICK UP的測試喔 那現在呢 內容還不是很多 不過會越來越好的 那有什麼問題 可以發現 可以跟他們講這樣子 那有觀眾提到說 如果上面出現廣告的話 你只要把網路拔掉 就不會有了 我們來試試看 好了 唉唷 唉唷 真的沒有了耶 酷啊 哈哈 原來拔掉 真的就不會有耶 帥帥帥帥帥帥 好 先來看一下我們的屋子吧 這邊有一張照片 喔 看來是我們的車子 目前的狀況是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們的床 嗯 欸也是可以睡覺的呢 有點孤單啦 燈可以開嗎 可以 這麼簡陋啊 我家這麼簡陋啊 還放了一個牛排的圖片 那這個應該是不能靠 喔 旁邊就是我們的車庫了 哇 零件真的是多了很多 還有一台韋式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然後左上角呢 有肚子餓 殼 還需要睡覺的 然後這邊是地圖吧 喔地圖好大喔 加油站 商店 然後零件的地方 還有 塗裝的地方 倉庫的地方 喔還蠻大的捏喔 比起我們玩的那個大很多 真的 好嘞 我們來看一下喔 現在最重要的目的是 要怎麼把車子修好 有人說呢 這台車子弄好之後 怎麼樣都開不起來 所以呢 我們可能要先試試看 先拿個千斤頂唄 稍微轉一下 好 OK 欸 這樣就沒問題了 然後我們再把它拉起來 完美啊 整個架高了 好 那我們拿輪子 有了 to put 可以的 那這個要鎖螺絲嗎 感覺是有螺絲的耶 沒有鎖的話 可能跑一跑 輪子就飛走了 先找一下螺絲 哇 連火星塞都有耶 這個吧 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來來來 我們來這邊 但是我們有看到螺絲耶 有分 有分尺寸的呢 10號 16 19號 欸 真的耶 欸 真的耶 真的是這樣子喔 喔 所以不用特別找螺絲啦 OK OK 好好好 好 稍微記一下 那另外一邊的應該都有鎖緊吧 其他的都有 接下來我們來組前面這個地方 電池是最簡單啦 所以電池我們先來裝 這個好在他都有跟我們說是放在這裡 拿著他就叫我們用了 OK 銀鏡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 這邊啊哈 這邊還有什麼 咧 喔 啟動機 欸 應該是這個 這個應該要先裝 啟動機在 這邊 OK 那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機器呢 還有什麼機器呢 發電機喔 發電機 這個應該也是都是需要先裝的 沒錯 哦 耶 然後這個 化油器 哦 化油器應該也是要的 看一下哈 哇塞 這個光組車就還蠻難的耶 亂拿 啊其實其實我也不太曉得該怎麼裝 欸這個可以耶 YES 這樣也行喔 啊 那這邊還有機油等等的 煞車油 這個散熱器 哦散熱器這個一定裝在前面的 沒問題 好了 哇現在已經幾點了 7點多了耶 開個燈吧 我發現都裝不下去了 感覺要拿這個螺絲起直 或是扳手來試試看喔 這個好像要檢測一些他們的零件 可用度還有多少這樣子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也太細了吧 是不是 如何 67%可以啊 那不用修嘛 對不對 我們直接把這個螺絲起直這個 拿來這邊放吧 感覺會一直用到的 我們稍微檢測一下吧 這個上面應該螺絲也都是需要鎖的 隨便拿一個來試試看 你看看 我可能就是因為這個沒有鎖 哦 也不是耐用性的問題 所以如果鎖好的話 可能才有辦法再繼續往下一步這樣子 齁齁 太細了啦 太細了啦 14號 看看啊 這個也要耶 OMG 還有兩顆啊 裝了這個啊 旁邊這邊 耶 終於又更進一步了 太好啦 這個應該也是要鎖 沒錯啊 有八顆耶 OMG 好再來我們再看看還有什麼 可以用的 碰爬 這個是什麼 碰爬是什麼 馬達嗎 是嗎 有啊在旁邊啊 你看 所以基本上喔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沒鎖螺絲 它不讓你繼續裝下去啊 哦在這裡 哈哈哈哈 2Buck 隨便拿拿看 欸真的耶 哦這個剛好是要接來散熱器這邊的 齁齁齁 那這個該不會也要鎖吧 Check一下 齁 這個也是要Check一下 看這個管子有沒有軟化 或是脆化之類的 34% 可以修嗎 我再拆這個之後 如果說 壞掉的話我們就得去汽車零件好買耶 齁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集光主這台車子就飽了 好這邊還有一個 這個我看看啊 這個應該是這邊的吧 沒錯這裡的 水啦 再來應該是裝皮帶啦 因為我們那個碰爬已經放下去了嘛 所以它這邊應該就是可以放啦 沒錯 有沒有 YES 這樣就可以帶動我們的引擎了 這條不曉得要放哪裡了 我來看看啊 這邊喔 喔好酷 那上面應該是放這一隻了 對吧 沒錯啦 那這個我們可能要稍微再檢測一下 看看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這個應該是什麼 氣缸嗎 是什麼 這個如果你對車子有了解的人呢 可能再裝就很快 但是我們其實對車子都不生動 所以在裝這個其實還蠻困難的 哈哈哈哈 然後再來 應該就是這些物件了 等一下那個電線跟火星塞 最後應該再塞就可以了 恭喜我們 欸 煮一台車煮了 快一個小時喔 應該有喔 不是用這個 好再來應該就是化油漆這個了 對不對 這個把它放上去 啊捏 引擎的部分應該差不多就快完成了 YES 好那個 14號看看 沒錯 14號的 一顆而已 再來就拿火星塞 它這一次就只能拿一個是比較麻煩一點點 這邊就可以插了 把剩下三個火星塞都放一放嘛 OK了OK了OK 啊糟糟糟糟我累了我累了我累了 醒來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喔 然後我們現在飢渴度呢跟飽食度呢也有降低一點點 看來睡覺也是有不錯的功用喔 好我們趕快把這邊收尾吧 喔這裡再把它鎖一鎖 這個有兩顆 一二 接下來應該就剩下電線的部分了 是吧 四條電線 來看看要接哪裡啊 火星塞這邊要接一條 OK 不錯嘛 我們這樣瞎摸摸到現在 也是快要把車子給組好了 接下來我們應該是要來倒這個油了吧 對不對 加一點 左上方這邊會減少 然後這邊會增加 加好加滿 煞車油 煞車油應該是這裡的 一樣都把它加好加滿 再來剩下方向盤還有儀表板 這兩個裝完就結束了 沒問題 好了 完成了 到底能不能發動呢 就看這一波了 我們的技術到底行不行 我們先把檔位放到空檔 發動 然後我們手剎車給它放下來 接下來慢慢 吹油門 打到一檔 可以了 哈哈 終於動起來了 可是缺點就是沒有聲音啦 對不對 我們就順著這樣子去 然後去看一下商店好了 因為太餓太渴了 我們現在身上還有100多嘛對不對 吼 玩這個遊戲還要手牌 也太辛苦了吧 這個不能調字牌嗎 不過它的畫風就是比較卡通一點點啦 但是主要我們先把車子給弄起來 齁 之後應該它也有一些可以賺錢的部分 然後讓你去買一些改裝品來改裝這樣子 我猜應該是這樣 呀 終於啊 終於不用再走這種泥土路了 上不太去耶 上不太去 因為這是斜坡 那我是不是要打回一檔 這樣比較有力 低速檔爬坡比較行 我看到啦 終於看到一間屋子了 喔 酷酷酷酷酷 我們來到商店了 哈哈哈哈 這個不能打方向燈 如果能打就更完美了 到了 我來看賣 老闆 老闆 你賣什麼啊 喔 點這個 一樣有四種 應該是汽水吧 蘇打水 大樂狗 還有罐頭 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吃吃看吧 這是同作者做的啊 感覺這個東西都放在這邊 感覺就一樣耶 來 試用 看看有沒有變少 有耶 少一半耶 不錯耶 HOT 在這個 人煙稀少 幾乎沒有人的地方 能夠吃到這些東西 感覺多麼的溫暖啊 呵呵 好啦 各位觀眾 那我們今天這一款pick up呢 就先玩到這邊了 好不容易煮起來喔 之後我們再來看看其他地方會是長怎麼樣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的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喔 我們就下次再會 大家掰掰